詞曲 李宗盛 我做了严重兩方 严重 柱是當直的 而不是橫 方間之間的三角的東西 主要是減低花頭的高度 不用去辨認 我們經常說三角斧 三角斧 但狀態不漂亮 於是做了它好看 要不記得?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方 方和柱之間有一個長三角形 這個就叫作體 而這條呢? 這條柱 這條柱呢? 很漂亮 是兩方和柱之間這三角形的單獨 這個就叫作作體彈 作體彈是怎樣? 兇點的、薄點的 又大隻點的 這個就是作體 我們常說這些 作體有很多種不同的 造成一些圖案形狀 看它好看一些 加上美感 早期作體就不太漂亮 這條呢?我們叫作剃墓 為什麼叫剃墓? 因為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剃墓 剃墓就是 為什麼就是 在那個角度上 所謂叫作剃墓 但不知道什麼叫作剃墓 不知什麼叫作剃墓 我看過很多書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就說 最好奇呢? 我們這個情況 這條是梁 這條叫作剃墓 最後的形狀不同 但在這個位置的 薄身的 我就叫作剃墓 這個不錯看 這個 這個 你還記得這個是什麼梁家? 剃墓 剃墓 這個呢? 這個單獨點個是什麼? 剃墓 剃墓 這個呢? 這個呢? 考試下的 不要問 這個是什麼? 這個村 好了 雀啼那種 其實我剛才說的 雀啼是單獨的 我們看到 這條柱子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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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因為它很窄 很窄 兩個柱子間走一堆不靚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交馬石 叫做騎馬雀啼 很窄 很窄 那邊也有騎馬雀啼 但有時候很有趣的 有時候離開很少 你一旦是磨馬 騎馬雀啼 其實是兩國雀啼 這條柱子叫做騎馬雀啼 其實有什麼用 不是很大用 但很美觀 很美觀的意思 這個 這個 這個雀啼 雀啼 就是方向不同了 本來的雀啼 就是那個橫度 那個橫度 那個橫度是長過那個 那個橫度 那個高度 這樣的 但是 有時候因為很多原因 於是 所以就做了精神 軟頭 這就是另一種 這個我們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龍門雀啼 通了啼 彭雀啼 香港很少 我們就說它 記得 正當雀啼是這樣的 龍門 就長了 長了 好 那跟左帶很相似 就是什麼叫做 梁托 其實梁托 跟左帶一樣東西 都是這樣 托著梁 托著方的 就是這樣 那 通常 又會厚身一點 厚身一點 細舊一點 那個造型 因為細舊的手 那麼複雜 好規矩一點 這個 這個特點 梁和梁之交 不是直線 有高低的 在高低 如果我們托著這些 我們就叫梁托 平衡一點 我們就叫梁托 平衡一點 我們就叫梁托 平衡一點 好了 我們見到 這條是 辣柱 這條呢 梁 這條呢 又是梁 這條是梁 這條是梁 這條呢 方 我們見到 這條是梁托 這條是梁托 那這條是小的太多 那這條 我們叫梁托 那這條呢 那這條是梁托 那這條可以在這裏 那這條在這裏 通常我們見到那些梁托 都是平衡的 但這個環境 你見到嗎 這條梁托 高一點的 這條梁托 這條梁托 這個方面低一點的 即是这一架的东西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西牛很多 这些我叫做梁托 其实都是一样东西 这些都叫梁托 比如看这张 我们看到这里 这些桶桶都叫做梁托 这些也叫做梁托 这些也叫做梁托 即是说不是和水平不一齐 第一个是比较小的 第三个是比较厚的 刚才那些桶桶很大 这就叫做梁托 还记不记得这种大色还是小色 九头、九头、九头、九头 等下说是什么叫做梁托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 它是很複雅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也叫做梁托 好了 接下来说穿 刚才我们说穿 我们看到这条是横 这条是横 这条都是横 这条是横 那横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横 或者有一个横 托着它 这条是不会移位的 但是横上是横 黏着屋顶 屋顶会不会移位 不会移位的 于是就加了一条横 托着它 这条横 我们叫做村 叫做村 北方叫做托托 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 为什麽就托到上面 因为不会移位 接下来 梁托 是在屋顶不移屋顶的 是线一条横 而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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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即是怎样 我们可以转到 我们可以转到 这条横 这条横 这条横顶 这样下来 其实 这条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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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形狀,蠔魚,有一陶會教你 蠔魚是鱗魚的,牠變成龍頭,魚生神物 為什麼那麼多做蠔魚呢?因為蠔魚是噴水的 噴水像現在的一樣,我最後已經噴水了 所以全都躲在糧米,現在我已經放在屋頂 因為蠔魚是離開的,在屋頂就等著獨自無頭的意思 如果火粥写上烧冬顶 有意思的那些东西就在 但全部都是梦义 有些不是梦义 这个叫做村 这个是梁头 梦头,梦头,梦头 记住,梦义 接着屋顶,村是扑着梦义 叫做村 刚才我说了,不一定是豪义 这是什么? 梦义 这是什么? 玄宝枝 一样,它都要用半圆形的村 扑着这条和这条 有一条村扑着这条和这条 扑着这条和这条 都叫做村 但是村的波幅 就是宝丹 不是梦义 不是梦义 这条村 最复杂是斗拱 斗拱 真的不复杂 一个斗拱 正确有三十几个名字 我都不记得了 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什么叫斗呢? 四方的拱 就是弯的木 斗拱 其实我们有几样东西 一个方的斗 把星 一个矩形的拱 斜向一望 即是有斗 有星 有拱 有桥 有桥 有望 这五样东西 组成了斗拱 斗拱是中国有的 西方没有的 刚才我们讲了其他都会有的 这个就是中国有的 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等它向出成了屋檐 向弘 减低的跨度 我们看看 这就是一组的斗拱 一组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斗拱是什么? 就是托着这些枪条 托着这些方 托着那些什么 我们看到 这里有几组不同的名称 这个就是斗拱 有几组吗? 自然正圆 自然正圆 有一个很大的 现在就不给影响 我们现在已经很害怕了 有很多人害怕了 以前有人给我们拍的 现在就不给影响了 很复杂 那斗拱 那斗拱就不是一组 是一组的构件 一组构件 一组构件 一组构间一组过去 那这些不确 我只能给大家看 只能看到屋镜这样的 是吧 屋镜这样的 我今天也有一个 我带一个过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无形的 就是这个 看到吗 这个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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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一个很小的 我在北京卖 七百多多元 是拆的 有一个同学见到 傻瓜来帮她做一个 做一个 我也拆不开 拆不开 很漂亮 很高深的东西 这些有很多 矩木 矩 bung 一些 鸡翅木 都是不会弄来或是 很漂亮的 一组 出来一组 这都是出现的 我们逐个说 斗就是一个四方的 用来承托拱、承托弩的方形的木块 叫做斗 即是这一块 记住,斗是十字坑的 斗是十字坑的,这样十字 现在叫做斗 刚才我们装米的升斗时用的斗 就是十字坑的 记住是怎样呢?就是十字坑的 拱其实就是伸出来的手 拱是怎样呢?就是向着我们这边 我们其他这个 这个是不是这么弯形? 那么弯形,向着我们就看到 这一块就叫做拱 这个就叫拱 这个就叫拱 再看一看 升跟斗一样 只不过斗是大的 升是小的 升是怎样看呢? 升是一条坑的 我们试试看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座斗 这个是十字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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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斗 这个是斗 也是坐着的 但是它是十字坑的 这个是十字坑的 这个叫做升 这个叫做斗 在古代斗的时候 大个升 所以斗是坐在这里 升是十字坑的 这个就是升斗的意思 这个就是 这个 升就是这个 昂就伸出去 就是我们这条 伸出去 做什么伸出去之后 加多一个拖出一点 这个叫做昂 很容易的 向下出的 一条的 这个就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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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升斗 这个是斗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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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很漂亮 升斗拱 黄 这个就是黄 向下出出去 不要理会这样的形状 好了 桥呢? 其实桥就是这样 刚才我说这个是什么 拱 这样就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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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斗 星 星 这个是斗 这个呢? 拱 这个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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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记得这个? 拱 桥 桥 就是 allá 这个是桥 所有它物件 telescopes 真的是同样 那是桥 圈 看位置 这棵 这是哪个? 这个 大根 за童 する 它是这样 硬 鱼是这样的,黄是整个 这是一个斗篷,斗篷做什么呢? 不同的阔度,刮度就伸出去,伸出去 我们就用那些垫头的盐口伸出去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有个斗出什么? 出条,这是什么? 桥,桥是另一个斗,桥是出条桥 桥是出条桥,桥是出条桥 由这一条两条就出条,走两步 这一步就伸出去,打横是这样的 这些是出条桥,这个就是斗 这个斗篷着一个斗篷,这个是什么? 桥,桥跟着有什么? 升,升就放着什么? 王,王上面又加了什么? 升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又一个斗篷,出条桥,浸一浸一浸一浸出去 这样就叫出洞 又出上去,多个斗上去 如果我们不同的地方可以吗? 不同的地方可以 这个是最美的 中国最美的就是斗篷 就是这些 这些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升 这些呢? 这个叫什么? 抖 对,抖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抖 这些是抖 先看看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条? 抖 实考的 升斗拱抖抖 这个叫做业 这个变成什么? 抖 抖 这个呢 这些是什么? 抖 抖 对 好了 出踩 出踩 其实我们说的是 一扣一扣出去 就是出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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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三踩 出五个原因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树台里面 这里有一个斗 这样看 斗 不是出了什么 出了一个 一直黄出来的 托住一个斗 这个斗 就是出来黄出来的 这样上去 我看到有多少?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五个 这个叫做 多少踩? 五踩 就是向前出 向后出 打横 也有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 可以看看 这个 这个不行就放心 不要记得了 这个就是出踩 要出踩 那大家要看 还记得了 还记得了 以前是什么方 死了 看到吗 你看 我们坐着的 斗那个是什么 平板方 平板方 对了 那就是一个斗 那我就出一条 跳 其实是说 标签 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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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扣出去 就转出去 那这个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 出跳 跳出来 出踩 一扣 一扣尖出去 这个更简单 一个是石子 我们看到 一个 双个 一个 这样 不出踩 还是出踩 对,这就是,好了,打出看了 刚才我们用那个桥出去的,这个就是网 我们狗,出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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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出桥,再加出桥 即是用桥不伸出去的,这种叫出桥 用桥出去就叫出桥,用桥就叫出桥 两种,一不较多,较多较较较较较较 就这样解释了,好了 是没有左边的 你也认为这个,应援木头 有个close都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木头,我们看到这个例年做 这个例年做,我们看到,这里不是狗 出桥出去,打出看 这样出发的 不识数,不识数,要几乎跳 可以识数,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数个斗还是数个斗? 数个斗,数个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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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个斗,数个斗,数个升 比如说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做上去 这个没有向合 但有些铁是两面出的 周子地面都不一样,那就是两面出 两面出是数完的 即是数完直跟的? 数完外面的,这个 好,另外打幻了,数完之后 可以看到 另外我数了这个 一个,两个,三个 数完之后 这个就是四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个是少一些 即是这个就是四条 是四条 数完直跟是什么意思? 后面有的 譬如我们用这个 前后 譬如我们用这个 这个是一个铁 我看到了 有前后 这个有前后 即是出前多,出后小 即是前后的斗 即是前后的斗 数完 这个我看不到 只是在后面有的 因为它没有 它后面有整个 硬起这个 硬条 或硬起这个凳头 所以前后也有 这个没有理由 看到吗? 现在数了 有多少个星 或者是斗 我们数了 这个有多少个 数了 1,2,3,4,5 数上去 这个是五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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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数下去 这个是应援木塔 现在摆在哪里呢? 不是应援的 很残酷 这个摆在沙田文化物馆 是陕西山送给香港 特区政府的一个伟文 高过我 这个 他就拍了15彩 你记得很漂亮 还记得 这个热角 这个土秀 还记得 这条是一条飞传 这条是一条飞传 记得 记得 记得老角 我还记得 这个 记得 记得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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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是不漂亮的 因为 这个就是 1 2 3 4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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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斗 1 2 3 4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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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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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人事工 在次年 所以現在次年生成為了世界遺產 其實行不行 我覺得不行 他不是生還舊的 但比他漂亮更多 香港很漂亮 其實放在世界上很多 你看現在西安的古寺 全部都是這些 最早已經見到在唐朝 西安最多的 後來傳到日本 日本的廣方大 所以作為日式不是日式 是一些唐黃色 這兩個像什麼 像蝦姑娘 這些沒有坐頭 這樣寄下去 這叫做人事工 其實這個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我現在數一數 數一數 數一數 我先用正面 我們數出來 一 二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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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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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托着五条 这条不是托着肯条 因为有块板 这个是很复杂的 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很复杂 现在都随便 一二三四五 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条 因为这个是在背面 如果我们有机会上去托着肯定 会看到分裂 但刚才我们看不到 因为现在的行动都是石屎 一动动这样算 对 两条 三条 这样是数的明白 明白 这样 我再多一点 这一块是出零 这一块是出零 因为我无能力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块出零 八彩不是很长 七彩八彩 最多是七彩 再出零 你支撑不到 它主要做什么呢 主要是拿个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盐口 主要是这个盐口 这一块是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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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我再回头看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我们 撑住这个盐口的一 所以我们撑住盐口的一 撑出零 撑出零 我们不是撑到零 死亡的 所以我们撑到零 那我上次就说了 有几种出零 这一块是 斗零出零 这一块是最长的 有种是用叠缩出零 有种是用全出零 用全出零 用全出零 出的不多 不多 用斗零出零 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 没有了盐口板 没有盐口板 没有的 如果用全出零 就有了 记不记得吗 用全出零 有是遮掏版 有是盐口板 如果用扭零出零 一定没有盐口板 用叠缩出零 都是没有盐口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扭零 我们知道了 不要 一旦整个东西 有很多种不同的名称 你会暈倒 所以我只是说了五两个东西 就是扭零 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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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多 明白 但是 要定考 你放心 好了 好了 这样 那我们 扭零 主要做 在零流下 就是减少 出零 大小 就减少 零流方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用一个 在柱做 在柱做 如果我们用柱做的时候 这个跨道很长 如果我们有一个 扭零在这里 那这里 是不是转了一点 这个跨道转了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主要做 但是现在 其实扭零是没有力的 所以主要装饰 主要装饰 好了 因为它是不太承重的 所以这些屋子就没有 没有 没有粮 没有储 没有粮 没有人 没有油管的 那怎么办 整屋直接 在墓墙上 这间就是 这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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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假的 是没有 没有框的 就是说 有框 有框 没有粮 没有村 没有着替 没有斗拱 没有常垂 那就是这样 那通常是这样 很窄的屋 很短的屋 如果大屋子 一定不是这样 这个就知道了 所以 长垂 不黏在这世上就不适用 另一种就是 刚才我说的斗篷是非常复杂的 但有一种很简单的 叫做撑拱 撑拱其实是一样的 不用这样一字的撑出去 代替斗篷的斗篷 省掉很多 这样做也代替了着替 我们看到这些垃圾 这些是什么柱 垂圾 垂圾 这些是垃圾 因为要出斜位 这些门用斜木拆 弄着这些垃圾 弄上去 这种简单叫斜散 这些垃圾是不错的 本来好像没有屋区 没有屋区是这样的 中文是不行的 这次门又会将它改的 改了 这个 改了之后 不错 不错 弄些花 弄些垂圾 这个垂圾 弄些垂圾 这些垂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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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 我们叫做撑拱 现在我们 有不错 我们看看这条是什么 东 垂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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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上面 一条是什么柱 有陀灯 有斗拱 但是 你包括垂圾 这些垂圾 这些垂圾 不是用图体 因为图体是铁牙 他用什么 一边打死去 打死去 这就叫撑拱 但是撑拱 他这些垂圾 这个是撑拱 撑拱 会在这 会在这 会在正面 即是撑拱会是什么 撑坊 撑梁 或者是我们撑坑 都会有的 这些就是撑拱 好了 刚才我们说的撑拱 撑拱 看到现在这个 这条垂圾 这条正面 这条是什么 方 方 这条呢 全 这个是什么 斗拱 这条是什么 这条是什么 这条是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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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是什么 这条是什么 很像斗拱 很像斗拱 这条是 斗拱是坐在柱头上 或者坐在星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插在柱上 这个是什么 这条是撑拱 我定意在 斗拱的斗是坐在柱头上 不是黏在柱身上 明白 明白 好了 接着上去 我们看到 这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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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出去 这样出去 这条柱 都是坐在柱上 但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插在柱上 所以这个 我们不要当它是斗拱 记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撑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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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柱 分不清 记住有个定义 保宫是坐在柱头上的 撑拱是插在柱头上的 一样东西 明白吗 OK 好了 二冠夫就 跟撑拱差不多 有个牛腿 牛腿 牛腿 起来 我们看到 这条是方 这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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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教完 够15分钟 凉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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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柱 是凉 但这条柱 是长的 它又不是插拱 插拱 一插拱 很大 这个是贴在柱 但又不是做太多 它又是厚多 好了 同一样东西 很重要 要记住这个东西 这条柱 是撑着出炎柱的位 出炎柱的位 所以这条是牛腿 牛腿 这条是牛腿 这条是牛腿 这条柱 这条柱是炎柱 这条柱是什么柱 炎柱板 这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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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条柱是没力的 只不过加强的美感 好了 因为我们这样说的 这条柱加这条柱 这条柱 这条柱 这条柱是托着这条柱 这条柱上面 托着炎柱 所以这条柱要做什么呢 就叫红柱腿 因为这条柱是托着炎柱 很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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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筋到底 那条柱是他托着的 明明 因为他托着炎柱的 托着炎柱就是炎柱 托着炎柱就是炎柱 就不是炎柱 或者是炎柱 就不是炎柱 还有一个东西 是炎柱 就是炎柱 是炎柱 这个是炎柱 这个是炎柱 就是炎柱 这个是樱柱 这个是樱柱 这个很大的柱柱 这张柱型柱 托着这个柱柱上 托着了出家大柱 所以这些还是炎柱 都叫膜柱 都叫膜柱 好了 这些的是什么 黄柱板 这种是什么 炎柱 这只鱸鱼是一只鱸鱼 鱸鱼顶着鱸鱼 所以这只鱸鱼不是鱸鱼 这只鱸鱼叫鱸鱼 这只鱸鱼叫鱸鱼 托着鱸鱸鱼 我定义托着鱸鱸鱼 这样也叫鱸鱼 托着鱸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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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鱼 看这些鱸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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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 大家看看这里的柱 这里的柱的阔度是这么多的 我们加了一个铲鼓之后 是否短了 所以铲鼓的目的就是将框在那里缩小 再继续大了 另一样东西 由铲链链到台面是这么长的 但现在我们在这里到台面是否短了 所以无论是否短了 它就将框的高度缩小 整个框架就很困难 另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是 很微观 你不动是很不靓的 很不靓的 有什么意思 这个 好了 我们见读 看这块 咬星灰的东西 第一件事 这里有一条方 这里有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陀顿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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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是星 好 好 同时是这个 一个名字 叫格架 就叫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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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星 有一个陀等 一整个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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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格架 有一个陀顶 有一个陀顶 你不不说 很吵架 看到很多陀顶 这整个陀顶 整个陀顶 整个陀顶 叫格架 通常格架 会在陀顶 就是那些陀顶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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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这一只呢 这个不是狮子 这个是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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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同形状 但是它不认为 它是千张 它为什么不是陀顶 是四方 陀顶 陀顶 接着有个星 接着有个陀顶 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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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 我们接着它叫格架 应该不认为 一陀 三星 一星 两星 三星 是不是三星 就是坐着一个陀顶 就是三星 三星 这种陀顶 就是一陀顶 整个陀顶 就叫它格架 好了 但是 有些装修老婆 通常在前面 那些陀顶 也叫潜严价 就是潜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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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严价 但是通常我们说 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都叫它格架